牧絲瓜啦,啊這兩天連續下雨,突然沖的那麼大,太誇張了啦 我這個籃子放不下了 比石頭還要長,石頭 石頭啦 哎呦,你比牠短耶 這個上下,這個才是正常的 像這種的才正常,啊這個啊 哇,太誇張了 太大 哇,真的喔 這個雨水看有多恐怖啦 對啦,像這樣子才正常嘛 這樣才ok啊 這個是誇張啦 啊這個,我們一般才說這個才是正常的 啊這個是 雨水突然爆沖那麼大 啊這個人 要留種子當然是可以啦 問題是出現在頭瓜 我留起來 到時候營養分都被牠吸收掉啦 啊會影響後面的產量 所以說我決定還是剪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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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一次的雨水啊 這個青椒打斷 這個打斷 啊那打斷的我先採收啦 像這個還算還好啦 啊像一般喔 像這個我們就火火不夠 這個就太小 這個 這幾顆都太小 那像這個才是正常的 這個還比較正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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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白玉苦瓜 有沒有看過這種顏色的 這個是這兩邊下雨來不及摘 它染色染得還蠻漂亮的 很均勻哦 這一顆就比較正常 白玉苦瓜我們四中大顆就好摘 不要刻意留太大 這一顆就比較正常 如果它瞬間衝大 再比這個大一點沒有問題 一般我們發現這種情形就可以進行採收了 那耳體 這下雨天啊 它果實比較容易被 這邊又發現一顆 紅掉了 因為一般我們從外表就可以看出來 這邊 這兩個顏色一看我們就知道這個已經過熟了 尷尬 有几层黄的 知道 又是开始下来 赶快弄一弄回去 进入 推荐 加入你 变成 进入 迪迫 啊這個是黑糯米啦 啊這一次的雷爆以來 把它折斷 啊這上面就把它直接 哇還很難拿 直接拿掉就好了 啊這個啊 也就 把它一樣把它拿起來 啊這個有人是這個瘦完粉之後 把上面拿掉 啊給它營養分回流集中啦 啊來嘗試一下 看後面的果實生長的情況